我今天教你做一個很簡單的料理 很好吃的喔 這叫什麼 剩下的飯 我要做魚片海鮮粥 所以我準備的材料準備什麼呢 剩下白飯一碗 魚棒 魚板 芹菜末 皮蛋 再來魚片 薑絲 食材準備這樣 我們調味料也很簡單的 不用複雜 輕輕鬆鬆的煮 白胡椒粉 香油 米酒 糖 鹽 很簡單的 我先煮一碗水 這水多少 我一碗飯 我大概用了一千CC的水 水滾的時候將剩下的飯進去 因為這個粥有兩種煮飯 一種人在煮飯要不然 比較麻煩的 可以用蜜蜜來煮 這種類似 魚片粥就是我們做的香檔菜 皮蛋瘦的粥 它類似有點泡飯的作用一樣 所以這個粥你不要把它烤太久 不用把它烤太久 這要下去有沒有 把它弄開 弄給它散的時候 好 就先下皮蛋 整顆下去 你要把它切一切也沒關係 不然我大部分都會這樣 直接在鍋子有沒有 就這樣把它用鏟子把它切 切碎就可以了 就是這樣就好 水快滾了 來 記住 下你的薑絲 下薑絲 來 下魚片 水滾才下魚片 為什麼 因為這魚片如果在 這水 那個我們粥裡面煮太久 它的鮮度 它的甜度會容易流失 而且肉質會老化 所以你要等水滾 等水滾的時候 我就放我的魚片 魚片放下去 下去煮兩三分鐘了 就好了 就這麼快 哇 有快喔 它快要熟了 我們還沒幾秒 還沒說 還不到30秒 來 再加魚板有沒有 增加它的顏色進去 哦 這樣哇 這樣哇 整盤的顏色你看 露片 哇 要盤一盤 來 要急喔 灰爽要煎掉 灰爽要煎掉 因為我們要調味嘛 有時候你的腳掌生蠻 要怎麼辦 沒關係喔 放在裡面煮得太鹹 不然我們就白痴沒有味 沒關係 我們會先煎掉 第一個 你看我用這樣 我們把魚片悶泡熟 等一下吃起來魚片是不是更嫩 而且它吃起來更鮮更甜 好 來 跟我們煮 跟我們煮湯一樣的鹹度 鹹下去 放蛋白糖代替味精 好 來 白胡椒粉適量 不要放太多 會影響這鍋的顏色 會比較黃 土黃色 土黃色這樣 因為我們要放魚片嘛 放我去心提香 來 米酒 適量這樣 好 你看 輕輕鬆鬆 我現在火燒掉了 我現在在調味我又要沒關係 好 我東西都放好了 味道都放好了 來 再開火嘛 煮給滾一下 馬上就可以了 這個切氣 這個飯千萬你不要把它煮得太稠 芹菜煮啊 把它放 炸兩隻香油 油筋 油筋 不會 觀眾朋友 媽媽咧 魚片海鮮粥 你有沒有學到啦